使徒信经与使徒统训有什么差区别呢 统训 使徒信经严格来说 与使徒统训对应的不是使徒信经 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统训 这是罗马天主教里面所主张的一个概念 所谓的这个apostolic execution 就是使徒的统训 什么叫使徒统训呢 就是天主教翻译成使徒的传承 也就是说今天他们的主教 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按立彼得为第一任大主教 这个圣旨 注意使徒的统训强调这个帽子 位子直分 基督按立彼得做教会的基石 彼得这个磐石 我要讲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实际上耶稣讲了个文字游戏 彼得是小石头 然后磐石是磐石 所以他俩根本不是一回事 磐石是基督 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 就是彼得所告白 那信仰告白 所以关键是他们差异在 马太福音16章16节到18节的解经的问题 天主教认为 基督高立了彼得作为第一任教会的基石 大主教 所以他是职分 按立的职分 彼得在按立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 这样的传承 按立的职分的传承 叫所谓的使徒的统训 但是我们所说的使徒的教训 更正教或者改新教 宗教改革家们说 你们所追随的使徒的统训是没有道理的 实际上真正延续使徒的合法的教会 教会其中有个使徒信号 不是使徒的统训 而是使徒的教训 为什么 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那这个使徒就是指使徒的教导 所以我们今天所传承的 我们所接受的主张 不是异端的 我们人为的发明 乃是延续了基督和使徒的教导 所以你发现读宗教改革时期的 他们的作品的时候 例如加尔文的作品的时候 他常常引用使徒们的教导 基督的教导 然后后面是教父 如何解释的这样的教导 所以虽然我们没有所谓的基督直接按立 一直按按按按按 按到宗教改革家那种直分的这种传承 所谓的天主教的使徒的统训 但是我们重要的是 比起按立这个直分 更重要的是使徒的教导 耶稣基督把他的真道 一次交付给圣徒了 那么他们传承下来的真理 我们要承受 有了这道去持守的就是爱主的 听了这个道 就像使徒约翰一书一章一一节 一章里面所谈到的 写信给你们是让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和子相交 实际上当他写信 这个书信就是圣经嘛 对不对 写给他们的时候 教导他们福音的真理的时候 他们从基督所领受的真理的时候 他们领受了这个使徒们 所传的福音的真理的时候 他们领受的是使徒的教训 使徒的教训不是使徒自己编的 而是基督传给他们 圣经里面所教导的 旧约所教导的先知和基督的教导 所以当我们领受使徒的教导 就与这个神联合 所以这里面强调 还有那个概念就是福音 所以重要的是信的内容 信什么信息 信什么真理 信什么内容 不是这种案例的这种统讯 所以使徒的教训和 使徒的统讯和使徒的教训之间的差别 一个是罗马天主教主张自己的正统性 一个是更正教强调自己的正统性 天主教强调我们的帽子 职份是从基督来的 位子 宝座 这个摩西的座位 彼得的大椅子 交椅 是从基督那传来的 但是更正教呢 说不是的 我们所传承的 教会的真正的根基 不是职份 是教训 使徒和先知的教训 所以我们才传承了 忠于使徒的教导 因此虽然我们没有案例那个传统 但是我们追随了真正的 使徒的教训 因此我们才是真教会 所以变明真假教会 变明谁的正统性 合法性的时候 他们辩论这两个词 使徒的统讯和使徒的教训 感谢观看